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开胃解腻的柠檬酱 早餐可以用它来涂抹面包蛋糕 放冰箱冷藏凝固以后 可以用它来做很多甜品的馅料夹心 或者做一些甜品的裱花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柠檬酱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准备三个柠檬 用食盐将表皮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用擦皮器 取柠檬最外面一层薄薄的柠檬皮 尽量不要擦到白色发苦的部位 薄薄的一层黄色表皮 有一股浓郁的柠檬香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三个柠檬 榨出汁水备用 柠檬皮屑中 我们需要打入两个鸡蛋和两颗蛋黄 根据自己能接受的甜度 加入细砂糖 用蛋抽先将它们混合均匀 再倒入之前榨好的柠檬汁 现在开小火来熬制柠檬酱 熬出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停地搅拌 熬至微微浓稠的时候 我们加入60克黄油 等待黄油融化以后 再熬三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为了保证细腻的口感 熬好的柠檬酱 我们需要过一道筛 去掉里面的柠檬皮 和一些其他杂质 熬好的柠檬酱 我们需要将它 装入到一个无水无油的罐中 密封保存 对了 最后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这个柠檬酱 还有美白去般的功效哦 赶紧做起来吧